来到军院进行月券 就怕一天之内无法完成 还特别找来大批法律系学生 充当助理来帮忙 否则那个券大概有多少 20级就好了 我今天就是接到通知 就是大概从今天开始可以月券这样子 那我们预计希望可以尽快 在两三天之内把券月完 应该是假如我们能力排得出来的话 都会陆续有人过来月券这样子 会有轮班 20份卷宗要在军院人员下班之前 全部都列印完成 宏家律师还带了扫描器进行备战 不过却被军院硬生生拒绝 他们还在月券 所以有状况 只能告诉你就是还在月券中 我们有两台影音机给他们列 我们也拿那个最高法院的月券规定给他们看 就是说为什么扫描器是不行的 那最高法院有下规定 所以我们也把那个规定给他们看 说只能选择影音啊 拍照这些就是摄影啊 这样不能去做扫描 军事审判办法修正案之后 红仲秋虐死案将在明天已审一般法院审理 宏家律师向军院提出和江中徐姓正范左线等人的抗告 也临时喊咖 不过为了配合案件已审 宏家律师将会等到已审完全确定之后 下礼拜再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 三立新闻代委员成城 来在线上 SNG小组桃园本报道 一个月券 为什么改造成这样子呢 那么有人质疑 刘恒庆 陈里仁的律师刘恒庆 他在下来当律师之前 官拜四少将 现在的这些军法官 都是他的部下 因为军法官最高的官级不过中将 军法官可没有上将 最的最中将 中将全国一个女 所以做到小将 好 那个有得大 大到大 有得大 大到什么听到 人家在军法官来说 大到不得要ья大 当然了 回到普通法院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但是问题它就是这么大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 是不是他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月券 这是你运行 他在昨天 他所讲的哦 可是为什么 洪家的律师一通电话不能月券 两通电话不能月券 三通电话还是不能月 然后呢 送了状纸 8月14号给你月 就是今天 我们怎么查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外场的连线记者 要来告诉大家 我们的耐线哨 要来告诉大家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线哨 我说现在记者位置 就是在最高军事法院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洪家律师已经来到这边 进行月券的动作 不过呢 这个20份的卷宗 需要列印起来 还是相当困难的 目前呢 是估计在下午5点半以前呢 如果能列印完成的话 真的是非常顺利 不过呢 这个目前呢 是遭到抨击的是说 这个最高军事法院 是不是有顾航 刘恒清律师来进行一个提前月券的动作 而情况如何 我们看一下稍早的采访 刚好我特别去找书记官了解 这个月券的顺序 昨天早上是由刘恒圆的律师 邱正明律师来月券 昨天下午是范城左线律师 左刺贵律师月券 今天上午是告诉代理人月券 表定今天下午是陈宇仁律师 刘恒清律师来月券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刘恒清律师是还没有月券到券的 这跟社会媒体所载的 有不一样 这个要特别跟各位来报告澄清 那今天的月券速度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了解 两台影音机这样来月的话 速度上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明天的一案速度 所以特别经审判案长许可 告诉代理人 如果我要用扫描的方式 他也同意了 所以下午我们为了加快速度 我们也同意告诉代理人来 最高军事法院的发言人 是一再来的博弛这件事情 强调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而稍后 刘恒清也就是陈宇仁的委任律师 也来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采访 那没有什么刁难 这有什么刁难呢 对不对 事实上它是因为接押警 因为要抗告 因为一抗告 二抗告 现在要提三抗告了 对吗 那抗告期间 法官他是不是要要要月券 他是不是要看券券 当然看券券 他的券就没办法给你月了 你一直看起来很生气 蛤 很生气 有没有觉得很轻 你刚才这个心里很无奈 好像我们 我们这个以前当 当的这个这个阶级 比较高一点的话 就变成原罪一样 好像有这种感觉 事实上我们不管是你当什么 在军中 你接纸是怎么样 在法院 你的身份是怎么样 院长也好 都一样 退了以后 退下来当律师 你就是律师 你就是要为当事人辩护 就是要为当事人的权益 找想 对不对 要其他人的辩护 而不是说 你用什么身份 什么特殊 这都在现在民主社会 这种法治 是在根本 根本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这后画面 可以看到 这个刘恒庆律师呢 他是满脸无奈 而且情绪 薄微激动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他只是只能这样子 三间七口 不愿多说什么 稍后呢 这一个红重 之后家属的律师呢 还有一个 刘一轩也会来到现场 有这些消息 都会及时为您掌握 将时间交换给 彭来主播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看一下 红岸律师团团 要掉业卷中 重新要抓疑点 所以今天派了好多 法律系的学生说 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助理 一起去印 不过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了解 法律是怎么规定 法律哦 听好哦 可不是你军事法院 自己所定的什么办法啦 什么要点啦 什么这些命令 可不是说是法律哦 刑事诉讼法第33条 他说辩路人 这是月券 超入物 摄影权 辩路人于审判中 得检阅 卷中 及证物 并得超入或摄影 请问 他有没有写影印 没有 那为什么可以影印 因为在超入就是影印啊 你听到有没有 摄影 请问 为什么可以摄影 为什么可以摄影 就不能够扫描 请问扫描是什么意义 扫描跟摄影不是一样吗 这里也没有规定说 可以影印 可是为什么可以影印 所以我要问的是 昨天 你运行 高等法院 军事高等法院的发言人说 我们禁止扫描 今天早上还说不准扫描 所以我要问的是 可以摄影 为什么不能扫描 摄影跟扫描 有什么不一样 徐徐律师 我觉得您运行 很多事情要出来澄清 他今天说 这刘恒庆 昨天没有跃卷 那说昨天 刘恒庆有跃卷 刘恒庆有跃卷是谁 我是他 是他讲的 他讲的 他今天出来讲说 啊媒体平面 没有啊 我觉得 你运行也是上校啊 你上校你要不要回去好好想 你昨天是怎么讲这个事 这都是我录音录影的 他今天如果要来改口 要先做什么事 先表现啊 对啊 先自己讲说我做错啦 是啊 我讲错啦 是啊 没有 今天就先谴责别人 你是发言人哦 你讲的话 我马上当做真的哦 你们这些死老百姓 人家可是堂堂的军人啊 其实昨天 你上校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运行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是不加思索 他说 他为什么可以先阅 因为他打电话询问 然后发现13号有空 就让他们先阅了 哎呀 这是你运行讲的话 今天改口 其实我觉得这要查 他还没有在说谎 我觉得有说谎的可能 说谎又怎么样 你如果昨天讲的跟今天不一样 那是到底是说谎 还是你忘记 要不要出来道歉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蛮憨的哦 之前讲什么 他说这是有一个印表机了 好 所以后来又去借一个印表机 印印机了 也对 印印机 印印机 其实是 一年三四千亿的国防预算 最高军事法院 只有一个印印机 现在还要去借 我那时候还开玩笑说 那个沈律师 你们至少推一台印印机进去算了 对啊 不可以吗 推一台印印机进去算了 不可以吗 影印印机 影印店都有出租的啦 我那时候说这些事情 可不可以扫描啊 可以啊 影印 可不可以照相 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看刘恒庆哦 他还在帮法官讲话诶 其实他还在帮 高军院讲话说 啊你看法官因为有积压庭 所以要月卷 那我想请问 胡扯 我等下告诉你 他为什么最重要是胡扯 徐医师 我只有问 那卷宗只能有一份吗 这是国家机密吗 那如果可以引印 你为什么不能准备几份 如果辩护人 律师都可以来引印的话 你为什么只能弄一份啊 说因为现在要看 家庭法官要看 所以你们都不能看 他胡扯 他看什么居压庭 明天你就要医给人家的 你来看什么居压庭 你现在叫做看守卷中的 马上要被裁册的 军事法院 你只是在看守卷中 你不必看卷啦 你看卷没有用啦 人家都不给你审了 你还看什么卷 他今天还讲什么 因为明天要医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今天要硬快一点 否则明天没法医 我要讲第二件事情 柳文庆不是一般的人 觉得他当过警总的少将 军法处的少将处长 之前管什么黄契界啦 什么的都他在管的啦 看见家庭他在管过 哇那不了了不起了不起 他说一般人 他是像刚刚律师跟一般 没有 我只是想请问刘律师 你这个律师资格哪里来的 简合的啊 是考到的吗 是考试考来的吗 不是高考 不是考试来的 简附的 我的意思是说 刘律师你要不要好好讲 你这个律师资格怎么来的 第二个 当时白色恐怖 刚时的威权统治 你们没有是这个威权政体的帮手在那边做吗 你们没有帮他们做这些坏事吗 其实在东德啊 转型正义 一堆东德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法官律师啊 全部都没有资格 那时候缺乏法官 最后还从希德那边借过来 刘恒庆今天讲说 他跟一般人没用 你以前所做的这些事 压迫台湾民主的事 你不用负责任 今天出来讲说 我就是律师 你的律师资格怎么来的 请不及 我要请教 我还是用33条说 我可以摄影 请问摄影 我没有讲照相 他说可以摄影啊 没有说可以照相啊 那为什么 我们回去法院都可以照相 所以换句话讲 摄影 请摄影跟扫描的事不一样 那昨天为什么拒绝扫描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军事审判法公布了以后 总统要签名以后 那公告三天后生效 所以军事法院跟军事检查 军事检查官都知道 他没有权利再审了 他现在等着明天把案子送出去 请问这两天 他拿的卷宗干什么 你要拿卷宗看什么 你也不必研究案情 因为你要交出去了 你不必研究案情 卷宗你也不必看 你罢的卷宗 不给当事人去月券 这什么意思啊 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嘛 就是这些被告的 红案被告的这些律师 是假如说他月券 他当然是占用到红案律师 被害人的一个律师月券的时间 跟影音时间的权利 所以他是以被告律师 这样排在前面 然后压缩红案律师的 这个月券的机会跟时间 来我真的搞不懂 说这个是属于 刚刚徐立师说 刑事所规定 这些都是保护 这些相关诉讼人 他的一个诉讼权利 当然了 那当然这个是属于 这个法律所保障的一个群 为什么那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都他在说 法律的规定就做清楚了 你包括说 不管是操录 摄影 或者是其他影音 这个本来就是 这个条文的一个规定里面 你既然可以摄影 当然其他的行为 其实这两个条文 所谓的操录或摄影 这两个条文 叫做历史规定 对啊 举例规定说 像操录啊 像摄影都可以 所以关注要讲 摄影就可以 可以照照相 操录就可以影印 那摄影大方人就可以扫描 我说军队法官 数字有那么差吗 最最高的 这是我们的高军院 你现在一讲讲 我不敢讲啦 哦哦哦 我觉得他们数字不错 我现在要保留 这个刑事释送法 相关的一个规定 这个是历史的一个规定 这个很清楚啊 说我说我看不太听了啦 说菜市里没有菜的人也知道 这个法官不知道啊 他一定会到为了几点 隐瞒吗 还是在帮助还是 他故意用这些技术性的干扰 为什么要干扰 那当然是要拖延嘛 为什么拖延 我真的是搞不清楚 做这种事情 对他有什么好处嘛 但是我想 这种心不甘 情不愿 然后用这种干扰的 这种方式 我觉得坦白没有 对家属或者是家属的 这个律师来讲 是二次伤害啦 坦白讲 其脉你知道他为什么干扰 我现在来给你看 然后你再来想 被告到恶都交保 指的是何江中 让他们恶都交保 所以红岸律师傅军卷 要提新市政 对不对 给他们的对不对 他当然不给你月券啊 万一给你月出一些 新市政给你提出来 那不得不收押 那怎么办 所以不给你证据啊 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说 他是不是还在隐瞒真相嘛 这样一点啊 对 那另外一个 刚刚其实这个徐老师有讲 你知道刘恒庆 他原来是这个包括 庞信仁介案的这些 当时的决定法官 对不对 你知道他后来啊 是戒严时期不当审判 补偿基金会的代执行长 他就是戒严时期不当审判的 审判的这些法官 他就是官人的啦 拿来负责官人 负责本人的送去 现在他要负责说 我官的不对给你钱 这样子哦 是啊 他就是戒严时期不当审判补偿基金 就在代执行长兼法律处的处长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吗 判断他判断他 现在不当 要他自己决定要不要 保障的人要禁过他 所以这个就有点理解嘛 所以这是他 你坦白讲哦 这是他做官方说的事情 保护者害 所以这个决定是 保护者害人 不是保护被害人哦 保护者害人哦 你现在要不当审判 你要行政策保障 结果那就是原来 这种戒严时期的这个帮凶 那你怎么把他拿到补偿 那是你过去的事 我们 我 我不管 我现在要追究的是 有关专业券的事 文兄 啊你 关心吗